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有到夜晚了, 和大家桑普論證的時間 繼續去日本東京, 和大家做桑普論證 當然, 全年無憂下, 沒斷過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桑普頻道 Come and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贊助支持本日 和大家報告一下, 這兩天, 我都出席在日本 舉辦的, 由這裡的香港人的日本香港人協會 這個民主女神, 舉辦的這個日本香港民主論壇 我相信很快你會看到, 譬如有些網上的媒體會報道的 我相信等到結束之後, 我們再看他們的報道 因為都要避免很多人會去摸底, 甚至沒有騷擾很多人 大會請了東京的一些警察, 保護有關人的安全 也都找到很多很多好的日本的同道出來 和大家這個分享經驗 現場提供即席的日文, 翻譯做英文的傳譯 一邊耳朵聽的日文, 一邊耳朵聽的英文 說這個立體性, 另外就是, 譬如我看到有些前的日本國會議員 還有這個阿姑知子, 這位很出名, 也是關注香港的一位教授 也都在現場, 同時看到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朋友 由於現在還有峰會期間, 我不透露太多哪些人來參加 但我只是說是相當好的, 明天我都會負責其中一場講座的主持 希望大家都能夠一起分享這個, 能夠是離散的一些activist 一些真的擺心機做事的人, 希望大家互相共聚 無論彼此之間有些什麼的前層都好 我覺得很多人在這個地方都會很開心, 在一起聚會 我想這個是很開心的共勉 我希望這種的幕面, 未來每一年都會有不同的人士 能夠傳承下去, 將這些這樣的見面 視為我們人生, 我的人生很珍惜的一部分 也都希望, 始終每天我們會光復香港 我們今天講什麼呢? 中國的新聞 中國新聞離不開誰呢? 習豬頭 習豬頭最近有很多新的搞作 就是說不要搞亂我, 也都不知道不要搞亂我 還要說我不會上當 那什麼事說不要搞亂他呢? 就是說, 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的第三次全體會議 而七月就會登場, 就是所謂的三中全會 那麼預計將會設定中國未來五年的經濟政策走向 因為三中全會呢, 通常都是講經濟 那麼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已經嚴厲警告所有黨員 成億個黨員, 三中全會前, 不要批評黨的政策 不准批評 那不是說可以歡迎大家批評, 不准批評 不過呢, 分析人士認為呢, 在經濟環境嚴峻之際 這一種統一思想的努力呢, 可能進一步有選北京的信譽 甚至削弱商業的信心的 根據呢, SCMP 南華早報6月16日的報道呢 中共中紀委12號612發布了特別報告 警告, 不要在重大議題上公開說黨的壞話 不准講黨的壞話 公開發表與中央委員會決定抵觸的言論是絕對不允許的 總之不准講和黨不一致的說法 當然包括不准講黨的壞話 這份報告也針對不負責任討論黨的主要政策 我們這些就是不負責任討論 擾聯思想, 破壞黨員團結的公開評論警告說呢 那些阻礙政策執行的人一定被嚴肅處理的 看看哪個黨員在阻礙政策推行 報告指出, 黨的領導高層在做決定前 將充分聽取不同的聲音 而一旦做出決定, 所有黨員必須堅決執行政策 充分聽取, 總之我聽完了 我決定政策一定要做 這個就是民主集中就是這樣 你民主走過場而已 我集中才是拍板定案 我拍板, 我就是民主專政你 人民民主專政你 那你那些人一定要跟來行, 沒得民主 這個就是共產黨 中紀委相關訊息的公佈時機 距離中共三中全會召開 只有幾個星期 中共中央委員會 將會在關鍵會議 設定未來五年的國家經濟戰 這個會議也預料是中國國家主席 習豬頭第三任期的關鍵議題時刻之一 資家哥大學政治學家楊大利說 現在中共三中全會即將召開 中央領導曾毫無疑問 希望掌控討論的節奏禁止公開批評 是一個鮮明的提醒 也就是說不同的聲音將會面臨後果 中央黨後機關部學習時報前副主編鄧月文表示 中紀委要傳達的訊息就是三中全會前 大家要統一思想 不說不符合中央領導層主旋的任何事 這種紀律動作通常限於黨內 但它的目的始終是規範整個社會 報導說相關舉動正加劇這個黨正進一步的剷除意見 以符合收緊資訊和數據的更廣泛趨勢的疑慮 國際律師事務所Perkins Coey 即博音的合夥人 前中國美國商會主席James Zimmerman 就說任何不合理和不誠實的控制罪事的企圖 只會進一步侵蝕北京的威信 當然這個就是廢話 中國廢話當然是致命之力 看得到投資者的信心 這一點你看到就是不准說壞話 這個真是很少這樣說 這種特別報告說得這麼白 不需要在重大議題上公開說黨的壞話 而且公開發表和中央委員會抵觸 決定抵觸的言論是絕對不允許的 就是換言之這個就是表姐你好爺的鄭玉玲聖言的角色 那個共幹所說的一樣 總之絕對不給飯你吃的 這個就是共產黨 那可以這樣說 意思就是共產黨害怕的 真的害怕的 這就是英國金融時報的報道 各位 美國試圖有使我去攻打台灣 但我絕對不會上當的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當你說有人想我這樣做 但我絕對不會上當呢 那你想我這樣做的那件事 一定是不好的事的 譬如說你穿得這麼暴露 引誘我強姦來 但我絕對不會上當的 你賺我這麼多錢 引誘我一刀砍死你 但我絕對不會上當的 你放這麼多錢在這裡 引誘我一刀砍死你 但我絕對不會上當的 你引誘我殺你全家 但我絕對不會上當的 所以說前面說的那句話 一定是壞事 拿了錢走 殺你全家 強姦你 殺你 這些全部都是壞事 那為什麼說 你引誘我攻打台灣 但我絕對不會上當呢 那你認為中國攻打台灣 是一件壞事 這樣才說是不是 習豬頭 即又再豬頭了 即我再說了 他的豬頭的紀錄已經很多了 即比著毛澤東說這些說話 不會說這些 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都不會說到這樣 是習豬頭 一個智商只有小學程度 但他卑鄙下流的戰格 那個力度相當高的 這個習豬頭 專門說這些說話 是嗎 即是你今天說給全中國人知道 中國武統台灣 是一件壞事 是嗎 人家引誘你打台灣 我不會上當的 意思是嗎 攻打台灣的壞事 你知道 應該跟全中國人說 中國攻打台灣是一件壞事 中國絕對不會上當的 你這樣說 你中央的 即這個人民日報 甚至新華社 從來沒有說過這些說法 是嗎 你只是說 對著馮德來欣 講這些說法 換言之 第一 你都 潛意識都知道 攻打台灣的壞事 第二件事 證明中國共產黨 習豬頭 衡量過 我不會在短期內 貿然打台灣 但不代表台灣要放棄 國防民防針防 或者是反滲透 反統戰 一樣都要做捕捉 第三件事是什麼呢 即是說他跟普京講 這番話其實是某程度上跟普京講的 2022年的2月 莫斯科對於這個沃爾蘭侵略 即是莫斯科講的特別軍事行動 想著俄羅斯打沃爾蘭 中國打台灣 分進合擊 各有各做 你打得贏 我都打得贏 你青 我都青 這個就是 當時普京和習近平在2月5日的時候 的約定 誰知道這個約定 等於一首歌一樣 即是無疾而衝 普京還在前鬥烏克蘭 時至今日 但習近平呢 不打台灣了 他知道打不下去 於是他跟他老朋友 這個鮮血形成友誼的普京講 以往跟你講的約定作廢 中國攻打台灣 是美國人有我的 我是不會上當的 更緊要就是 第四件事 中國根本沒有能力去攻打台灣 OK 我上一次跟傑斯做這個 新疏海神舟也都講到了 諾曼帝登陸 諾曼帝登陸 無論軍隊的人數 士氣 諾曼帝整個海邊的部署 和台灣海峽 和台灣西岸的情況 極不相同 我都分析過給大家聽 只有十四個左右的灘頭 是可以登陸 否則 一旦外面佈了水 還原 最近 美國更加說 要做這個地獄景象 Hell's Gate 在台海裡 一旦共產黨來的時候 全面攬炒它整個月 要困共產黨的共軍於台海 這件事呢 就看得到美國 基本上是 有實力 也有阻嚇 也有威懾 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 當然你是這樣說 所以這件事你說 會不會假的呢 那你其實很簡單 金融時報出來作證 你引述不到消息來源的 就是馮德萊恩出來作證 他沉默 即是講到 大家知道 已經是事實了 OK 報道說 習近平9年4月 對於訪華的馮德萊恩 說美國試圖引誘 北京攻打台灣 即是此毀掉中國 可視 他不會中計 而他對一眾官員也作出類似的警示 即是換言之 不會打 難打仗 打敗仗 不是能打仗打勝仗 你吃屎 習近平認為 一旦中美兩國爆發衝突 不僅毀掉中國至今很多成就 甚至會破壞他在2049年之前 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中華民族偉大負卿目標 報道沒有指出 美國有哪些舉動 被習近平視為刺激或有史北京攻台 但就提到 部分中國學者和退役軍官曾經表示 美國曾經試圖 透過提供台灣武器 以及推行其他措施來挑釁 令中國陷入軍事對抗狀態 他們認為美國積極鼓勵台獨勢力 而且知道如果台灣宣布獨立跨越紅線 中國將被迫採取軍事行動 而中國前駐美國大使崔天凱 就在1月在美國智庫 Asia Society亞洲協會 政策研究所的研討會上面表示 我們不會落入某人設下的行政證 他們提供軍援 為代理人戰爭提供武器 令中國人自相殘殺 我們不會墮入那個陷阱 這陷阱、這陷阱、這陷阱 偏理如常 就暗指美國設陷阱 華府智庫戰略基國際研究中心 MCSIS的中國研究主任百名 Jude Blanchette Blanche Blanche 就是陰性的法文 White的意思 就是白的意思 百名 Jude Blanchette 他就對習近平的言論 其中可能的解釋就是 某些下屬試圖引導他 放棄採取更具侵略性的政策 無論如何解釋習近平的言論 很明顯 他的決策環境以及所輸入的資料 正在被扭曲 無論是被他的副手 因為他被自己的獨裁行為所扭曲 當然 這些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 習近平自己都是拿石頭 打自己腳 那些小粉紅 你們這些共狗 經常都要打台灣 那些 習近平移動他 那些什麼毛派 作目 新左派 那些 烏有之鄉 那些 我問一下 這些人 是不是應該要站出來 聲討習近平 你憑什麼說 打台灣 就是被人引入局 我是中計 不會中計 Go Go No Go 是嗎 那你不是 那你不是要推翻習近平 拔習近平下台 樹立起你自己的毛派實力 但你沒有用 所以我對這些毛派一點尊重都沒有 比狗奴才更加奴才 說狗字都沒有狗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我對這些中國人的基本行看法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 印太計劃主任 葛萊儀 Bonnie Glaser 就認為 習近平這樣說 可能是在台灣的議題上面 中國試圖把歐洲和美國拉開 分化歐美 但也有可能 習近平真的這樣認為 我當然 這個就是真的這樣認為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 沒有對習近平的表述 發表評論 只是表示美國正在對台灣出售武器 表示支持 並且 正在對台灣出售武器 並支持台獨分裂勢力 馮德萊恩 發言人就說 他沒有對外透露私人會面的細節 說了說沒有透露 意思就是說 這個叫做 胡不引述原則 但我只是說他不透露 其實已經透露了 是不是 有些東西 臭屎勿錦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一種方程式 好了 這件這樣的事 看到習近平 日武統 不會上你當的 三中全會 我怕怕的 中央野共怕 中國經濟 他還怕 你怕我都怕 竹葉青 喝杯都沒用 總之你繼續怕 這個繼續怕 只會令到 現在的情況 愈來愈嚴重 講兩單 跟中國經濟有關的新聞 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說房價 房價這件事怎麼說呢 跟很多留在香港 留下來在香港的人看著 中國房價近期崩跌 這個崩跌 代表 未來的一波 很可能 會在香港複製發生 中國先前宣佈 將會實施史詩級 振興房市政策 大舉拿出三千億人民幣 去救市 但市場並不埋單 即是沒有任何反應 近期中國的一線城市房價 似乎出現了崩堤 潰堤的現象 中國的媒體指出 一線城市樓價慘跌 中產階級 代價慘重 中國有一半人 現在是負資產 上億房主 即是這些樓主 即是這些業主 成為了 附庸 就是負資產的 一些這樣愚蠢的人 根據中國社交媒體數字顯示 這20年以來 中國一直銷售了 2億2500萬套 2.25億套的單位 大概有1.17億 1億1千7百萬的單位 銷售時間大概在2015至2021之間 而其中在2018至21這幾年裏面 是7千1百萬的單位 因此 目前中國居民所擁有的房地產 但是他有一半在樓價暴漲的這六年買的 當中有三分之一 買在房產最高點 樓市最高點的時候買 當然 現在做什麼 現在就做什麼 現在就做被人找老散的人 中國的媒體指出 中國居民所持有的房產佔 它的總資產75% 即是基本上大吃炸死客 你一輩子的身家75% 每四元有三元窄在一個搭樓上 因此房價即樓價下跌四成來估算 中國有一半人是負資產的 一半人是負資產的 尤其在2018年以後 買樓的居民最慘 預計未來三十年裏面 要繳立遠遠超過他們屋的樓價的貸款 中國一線大城的北京和廣州 外圍房價更加跌跌不休 其中位於北京更加的永清 房價的跌幅取大 由每平方米兩萬人民幣 即大概每一呎兩千多港幣 大概是每一呎兩千多港幣 下跌至每一平方米五千六百元人民幣 即大概每一呎多少錢 每一呎是大概六百元港幣 一呎六百元 即是我們用同一個標準來說 每平方米兩萬人民幣 跌到五千六百元人民幣 即跌幅高達七成 即剩下三成 跌幅高達71% 即剩下29% 北京燕交其他區域樓的跌幅 普遍六成以上 有些由每平方米三萬五千人民幣 降至一萬三千人民幣 降幅達63% 其他又從二萬四千人民幣 跌到八千五百元人民幣 也縮水了65% 中國媒體指出 二千零二零一七年 北京燕交的房地產市場是火熱的 每平方米售價曾經高達四萬人民幣 突然燕交很多的樓盤安靜到去死成一樣 一些人氣都沒有 在廣州 廣州外圍的地方的清遠 清遠 南杰英的股鄉 每平方米售價 也由一萬二千人民幣 暴跌到五千人民幣 跌幅是58% 腰斬了58% 即是六成 即是上下這個區間 走不了 即是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你說是不是低寸微算低呢 如果你和2020年的高位比較 現在 是不是當時一千萬的樓 現在只剩下四百萬呢 未到嘛 即是說 如果用北京 和廣州做一個Benchmark的話 我想呢 這種巨大的風暴呢 可能會來了 很多人還想著 拿著先拿著先拿著先 你不是十元拿到變四元 那你說 以後會升回的 You bet 我真的沒辦法 哼 回答你這個問題 我就不看好了 有些人很喜歡看好 那另外一個經濟的新聞 也都需要看的 中國呢 無所不用其極 深圳多家銀行呢 避免研究不足 提款超過五萬元呢 都要預約的 五萬元的人花 個別甚至規定提取超過兩萬元 都要預約的 避免一日裏面呢 有太多存戶提取 到提款 導致到銀行現金不足 這證明了 所有的東西都是假的 你什麼降息降準 降低銀行儲備金 那根本屬股你的銀行借錢 你又借不到出去 那於是乎呢 你又怕呢 即是借出去那些了 政策需要你借出去那些 未必還得到 接著你的存款呢 就想割存款糾菜 抱著不錢呢 不准被人提 怕劑提 但你每日只提到五萬元 甚至有些兩萬元 那以後會不會再減到五千元兩千元 再過一會兒 再過一會兒 五百元兩百元 再過一會兒 五十元二十元 再過一會兒 每日給你提五元 即幾開心 通貨膨脹到幾百倍之後 每日給你提五元 即是共產 南方都市報記者到深圳的實地了解情況 發現兩萬元以下可以透過ATM 佔到櫃圓機提款 兩萬至兩萬元就可以直接到櫃桌提款 但五萬元以上的 就需要提前預約 而交彈額的提款 還需要證明實際的用途 這就是中國 哪裏有遊戲規則呢 隨時後 好 你買了的籌碼的 他擺明你買小開小 照不給錢你 怎樣都行 因為他不是可觀 他就是惡霸 報導引述北京銀行 興業銀行 光大銀行在深圳分行的工作人員說 提款超過五萬元要提前一日預約 是避免客戶臨時提款 而櫃檯現金不足 影響客戶全部的提款 其實這些東西是躲跪如 即是說 你不准提那麼多 OK 不是為你著想 是為了黨國著想 客戶只要在預約時留下一個個人的訊息 就可以指定時間提款 就可以指定時間提款 指定可以是一萬年的 油柱銀行一名深圳分行負責人表示 全部需要在下午三點之前預約 每天的提款時間 個別銀行的規定也有所不同 例如光大銀行規定 提款兩萬元以上的就要預約 深圳農商行就是十萬元以上 韓州銀行的存戶就要提款超過二十萬 就需要提供用途證明 堅持銀行要求提款超過二十萬的存戶 需要在手機應用程式預約審核 建行深圳分行相關負責員支出 會引導客戶透過建行線上通路 即網上辦理大額的現金提款預約 一般不需要提供紙本資料 由客戶申報用途 銀行經過評估提款用途是否合理之後 再辦理提款業務 流程高效辯質地說 你不搞就最高效辯質 你搞那麼多事 基本上是難阻人 深圳農商行工作人員表示 對於提款十萬元以上的存戶 銀行會了解近期有沒有大額轉帳紀錄 或者評估它的近期交易行為 再決定提款的結果 但通常會滿足客戶的要求 通常可能你不是通常那個 早前金林銀行存戶提款二萬元 需要在派出所報備審核 引起輿論嘩然 金林銀行的工作人員言話 這個舉動並非銀行單方面的決定 而是根據核區拜出所的要求 只是為了防範電訊詐騙和 對於這件事網民紛紛留言 存款自願取款自由在銀行 儲足的基本原則 那當然言者俊俊聽者妙妙 權力無邊界導致亂象重生 是 取款都不自由 還鼓勵消費拉動經濟 是啊 所以共產黨就是 基本上拿石頭踏自己腳 全部人都知道他的問題 偏偏中國人就不反抗 所以說去到今時今日 殺官 我們上次再上次的節目講過 殺川官 殺川之書 和殺川長 他們全都要剷走的 這些有 但我想問問你 那你可以救得到這些存款嗎 沒有的 今天你不起義 結果 就一直這樣被人宰割 毫無喜悉可言的 講來講去 都是說 哪個人去反抗 哪個人才有起色 除了人禍 當然還有天災 而所謂的天災 歸根結底都是人禍 2024年今年的山東東營段 黃河斷流 即是黃河流到出去的地方 出口斷流 為什麼斷流 雙流浪費水了嗎 黃河居然有一天沒有水 乾塘的 那因為為什麼 本來有水 黃河沒有長江大壩 但是都上游建了很多這樣的工程 那麼很多水的地方 步來步去 一旦乾塞塘 一旦是暴雨返南 山洪補發 而更重要的是 一路由河南 一路密集的地方 一路去到山東 湊海口 好多人 勁抽地下水 抽到最後 黃河都沒有水 即是挺可怕 這就是中國 這就是中國人 無數地區 五十多度高溫 新疆 吐魯凡 不要說了 整個中原地區 又是炎黃子孫 炎黃開始的 炎黃西咒 一開始居住的地方 五十多度高溫 很久都沒有降雨 黃河斷流 那這個是史詩級的級別 那再加上長江有 大把工程 更加改變了很多 氣候和天象的情況 人定勝天嗎 最終始終都會被上帝反撲 若患未報 時辰未到 這就是我們看得到 共產黨的一些微譜的地方 那這一次我們先說到這個情況 我們明天就和大家說說